不就是艳势房了 我才不怕呢 我 汪捕头 念什么经呢 要你管 看艳房阴冷 小心别受凉 谢于大人 悬音捕头呢 为之见过二位大人 请问哪具是徐林栋大人的遗憾 二位大人 这边请 大人 卑职和几位武座 都看研过了 没有发现线索 工具拿来 徐大人 之前听武座说 尸体上有红色的粉末 是吗 这礁石上的粉末 是尸首燃烧后 依附的灰烬 巡捕头 扫夫人进来可还好 家里失职的钱 都解决了吗 回大人 都已经解决了 大人公务如此繁忙 还惦记着小人的家事 卑职这里 谢过了 好 没有什么事了 你先下去吧 是 徐大人 你们刑律司真是藏龙卧虎啊 一个武座捕头 手上的功夫都深不可测 你说徐旭啊 当初他确实因为有功夫 才被我抓到刑律司之中的 你看看 徐大人啊 这为官 温润缺乏 虚怀若骨 还不忘体虚下属 难得呀 你不在朝中为官 有所不知 刑律司衙门虽然职权不敌 但是奉向微博 贴补家用尚可 如果有天灾人祸 实在难以应付 国库本就亏空 而且今年 灾情又变满全国 不然怎么会这样 朝中之事 还是不要妄议了 眼前案情要紧 在下看完这交尸 心中的想法 也验证一二 不知二位有何看法 虽然我不信什么鬼神之事 但是 这死状 却非人力所为 虽然只有半竹相时间 但是尸骨却被烧成这样 而且尸身上的红色粉末 说是衣服残留物 这解释不通 万捕头 请验尸 集合 至亚班易 师弟出奇 下面是什么来着 唉呦 师弟都装了这副模样了 怎么验呢 虚大人 我可没有对你不敬啊 多多受罪 多受罪 哎 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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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屎地怎么动了呢 万不动 你还是在外面等我们吧 我没事 我不怕 水瑶 你要是再敢吓我 我给你劈了 我怎么惹你了呢 是他自己动的 我这也是被刑律司办事啊 语 语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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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别闹了 你就知道护着他 我不给你们查了 你别走啊 我们知道你不怕 你回来吧 继续 回来继续啊 语大人 快走 快走 语大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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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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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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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物有置换功效 所以你认为 是此物 让县长中人看到了 阎罗王的幻想是吗 准确地说 是暗犯利用光影丞相 隔空在醉仙楼 制造了巨大的幻想 并服依此物 让现场众人 身陷幻觉 并深信不疑 当时 在下也是目击者 和众人一样 都闻到了 此物的奇异香味 众人皆以为是 醉仙楼的胭脂香味 并未在意 等阎王出现以后 所有人都有 头晕目眩的状况 此事在证人口供之中 大部分都有提到过 是幽坛草 听闻这幽坛草 是一种来自仙楼的奇药 不但能置换 而且其亦然 价格昂贵 据说 只有太医院才有此储备 近年来 听闻太医院都没有此物了 玉大人有所不知 此物并非太医院专有 此话怎讲 玉大人 可曾听说过 鬼事 鬼事